就离了个大谱了 本来好好的银行储蓄卡 直接给我限额三千了 打电话咨询 回复我 拿着身份证和银行卡 到任意网点就能办理 结果 我需要交费证明 你需要什么玩意交费证明 就是水电费的票 我自己拿着我自己的身份证 我自己的银行卡 证明不了我自己了 我还需要拿水电票的证明啊 问两句 人家直接找叔叔了 打110报警 快点办能不能办 不能 为啥 因为不符合规定 我没有办法 规定哪儿的我看看 打110 不符合哪规定 规定哪儿的我看看 能听懂吗 这是我们的内部规定 转账现在的额度就是三千 为啥呀 啥理由 那您就等着吧 我等啥呢 我们报警 自称主管的来了 问他到底为啥呀 人家说内部文件 规定的 这个规定 还不能给你看 就是省里边 我们上级行行也好 还是我们省人事也好 我们那个要求 内部留的文件 是不像对外的 最后叔叔来了 桂圆是这么说的 无论是反电价也好 还是配合银行工作也好 都不应该以大多数老百姓生活不变为代价 配合你们所谓的内部文件 把额度降低到三千 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民生 配合你们办理 又各种所谓辅助证明 我是我 银行作为企业 以公民提供 个人信息为要挟 拒绝办理合理合法的业务 这行为是否设计违法呢 另外 全世界我就没听说过哪个国家 是通过限制全民转账额度 来对付战编分子的 银行就这么一刀切的行为 相关部门是不是也该管一管的了